哈囉大家好,我是PFY,雖然我頻道被鎖了,但是我還是要更新一下昨天的更新,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是週年慶檢中秋節系列活動的部分 首先呢,他又講的是說要蒐集字條對不對? 副本額外掉落,單人副本跟多人副本都會掉落字條,總共會掉落八尺,如果你都付錢的話,付元寶的話大概就會加十六次條 好,再來是打怪掉落呢,會掉落集字箱,然後每個集字箱呢,會隨機出現這四個字條對不對? 然後派遣額外會再送快這個,反正就是字卡的收集這樣就對了 好,再來是儲值送的部分,儲值送的這邊有講到就是儲值50塊,然後就可以獲得一個好理多案大家,不管 反正就是儲值50塊呢,會送一個歡樂幣跟儲值兌換券,然後你消費50塊呢,會送一個樂戳幣跟消費兌換券 那這邊有寫到儲值券呢,一個是25塊,然後消費券呢一個是5塊錢,如果你儲值跟消費一起換的話,總共是換到40 所以你今天花50台幣儲值的話,然後你把50元寶都花掉的話,總共會回來40元寶這樣 好,但是你50台幣儲進去不一定是50台幣,有可能是100台幣,所以你如果是100台幣的話就會再多50塊 所以你50,就會變成50台幣的話會變成150元寶 好,這是簡單先算法,之後我們再詳細一點 好,接下來呢,好,到中秋節抓玉兔的部分啦 這邊呢,他叫你去找嫦娥,好,反正就是蓬萊村,感覺跟去年那個活動一模一樣 一樣,蓬萊村,然後前往找村長,然後聊天,進入廣寒洞 好,又是廣寒洞 隨機玉兔PK,然後玉兔在放大狀態下才可以網絡 然後可以使用放大手 好,廣寒洞4 在廣寒洞4,雨光交談就可以離開廣寒洞這樣 然後再跟蓬萊村長交談就可以完成任務了 好,在這邊要補充一下就是那個放大幅的部分啊 在一般商店的限時特賣區就有在賣喔 每天賣三張,只要遊戲幣1500就好了喔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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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在那邊等 不用在那邊等,我在那邊活活等了四十幾個回合才等到 好,然後中秋世界BOSS呢,是在講 喔,反正就是無鋼場嘛,一個地系,一個土系,這個很明顯 好,就是換BOSS這樣 好,越來越下彩,又大賽 透過活動介面傳送至幼香花園 喔,跟太英星君接取任務 並,喔,任務有時間限制20分鐘,而且簡單的人不能出隊 好,然後接取任務後,還有各種小任務可以獲得香甜黃金用 好,呵呵 所以這任務應該在時間內就要解完了 黃,玩家在會,喔還會獄怪,打怪之後呢 還會掉出香甜黃金用,就一樣 打怪會掉,接任務也會用 然後,所有任務每日可以解一次 時間到的話,就無法再接任務 以及打怪來獲得幼稚 在時間內,回報任務的話,會根據身上的 香甜黃金幼的數量,來獲得不同的柴幼稚 OK,好,那也沒什麼問題 好,首先我解釋一下什麼小任務 就是,你先跟太英星君接任務之後呢 可以跟裡面的NPC接幾個小任務 不過那些任務內容都很簡單 反正就是打NPC而已 然後打NPC掉落的東西這樣 然後,這邊打NPC的話 建議直接用範圍去打比較快 因為怪物怪的站得很散 有可能要花五回合才可以打完 所以你用範圍去打的話 會很快就結束這一切 而且可以掉落比較快 那,任務的部分 如果你先跟太英星君回報的話 他今天就不會再跟你換了 不過你還是可以把NPC的任務解一解 他們還是會給你香甜黃金釉 只是你可以到隔天再跟太英星君就交換這樣 好,週年慶九宮格慶典按鈕 然後週年特別任務 反正就是完成連線嘛 對不對,連線系列的 然後等一下再看一下卡片 會有什麼樣的能力這樣 然後再來是活動兌換 喔,這次好複雜喔 活動兌換 週年慶的活動兌換 可以換到... 有這些東西可以換 泳裝造型兌換卷 可以換泳裝造型部位兌兌卷 好,等一下再看泳裝造型到什麼樣子 驗哨學的信物 100個可以換一個驗哨學 好,然後... 週年快樂 四個字各五個 可以換一個福袋 然後四個字...沒有,樂七個 可以換一個大福神文章 那怎樣都應該是換福袋啊 沒關係,大家繼續再看再說 好,反正這邊就換東西吧 沒什麼 然後最重要的這個 四十元寶之後再來算 然後...這應該是任務吧 月光碎片任務送的 然後應該是任務送的 好 然後... 有耶,這個還蠻特別的 之前的東西還可以用喔 生日禮物跟禮物強證券 雖然說它已經關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拿來換這樣 就不用...應該還沒人丟掉吧 對,丟掉就可以拿來換這樣 這樣還蠻好的 不用說過了然後就變廢物這樣 沒有,來我們接下來看... 今天的更新的部分 就是昨天禮拜三更新的時候呢 他說開放已向無教二轉 好,跟我沒關係 但是我知道 布都根是葉雅郎他愛用 呵呵 新增成就項目 榮耀... 榮耀跟經歷... 成就項目有多一個榮耀 然後經歷裡面多一個活動 好,最後再看看什麼 新增數個稱號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榮耀的部分 好,我們點成就 然後榮耀的新的分數是... 有個新座子 等一下,這個是... 喔,好 我剛才也還以為是 扒掉他的肚子破掉了 好,水滴魚 水滴魚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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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要看到多少啦 但是後面...這個還不錯 背包擴重捲 然後黃金就還好 對,好,不管 就先這樣 然後再來是... 精力的... 活動 多一個活動 青龍白虎玄武 欸,好,就是要重打一次嘛 給你都賺六分的意思 然後送的東西也不錯耶 精華、錢莊跟背包 唉唷,這對我來說很划算 你看到,對我來說一個就是三百元寶 我現在擴充背包裡面一個... 一次就要三百元寶 所以對我來說很賺 哈哈哈哈 好,然後說數個稱號 好,看一下稱號 應該是... 好,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爆發 不是,然後... 羽神共舞應該是... 欸,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 神武將軍 唉唷,還蠻... 蠻亮的 輔國,這應該是金牌、鷹牌 那種東西 這前三名吧 前三名喔 不是金牌、鷹牌 前三名,前三名,政軍 然後慶典勇士就是我們 欸,沒有,這是上一屆的 上一次的 慶典勇士之王 這是冠軍 然後... 我們的是... 哇,這也太亮了吧 哇,PK這麼亮喔 哇,中年慶贏得這麼亮喔 太亮了吧 然後... 菁英的話 欸,我分三種耶 就是一... 喔,四個名次都有就是了 哇,所以應該是 這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呃,越來亮越來亮 第一名 呵呵 第一名太亮了吧 超亮的 哇,這第四名還蠻可愛的 蠻...蠻... 蠻簡約的 呵呵 調整 關閉收集生日禮物活動 喔,反正就上一個活動關起來嘛這樣 然後... 90級禮物選擇券也關起來 然後... 上個...上個東西 OK,跳過 PVP接賽 好,這個... 還蠻特別的 新的東西 從活動PVP進入 然後... 會進入市場排位賽 然後一樣打排位賽 呵呵呵 隨機分配... 對手給玩家完成後... 分階級 進行PVP... PVP階級賽 進行PVP階級賽 進行PVP階級賽 階級賽 有六個階級 銅牌、金牌 喔,反正就...一樣嘛 這樣很流行的那種 每個階段會有三個分區 銅牌一、銅牌二 金營一、金營二這樣 PVP每日可以免費挑戰五次 勝利才會扣 喔,那不錯喔 勝利贏才會扣 就等於是免費送你五次嘛 首次進入排位賽的時候 不會扣除每日免費次數 免費次數用完後 可以使用元寶供 嗯...好 這次賽可可選擇想挑戰的對手 或不然也可以換... 可以換對手 好 戰鬥方式的依賴是 就是將軍系統 然後回合限制為18 嗯...18 贏 就是打爆對方就對了 回合內被對手擊敗 18回合內 OK,好 戰敗時可從戰績按鈕 對...復仇 可從界面上的防守隊伍 設定自己武將的... 反正就設定武將跟武招技能 使用自動戰鬥偶爾被玩家 挑戰時將依照... 喔!自動戰鬥 喔?好 呵呵 獎勵相關 每天早上五點 喔,所以他是五點 他是五點才那個耶 他是五點才重新...重新計算 還不錯 五點 至少不是十二點 大家都趕十二點 伺服器前三名可獲得稱號 稱號...將根據... 每日排名替換 每天都換喔 呵呵 這麼累喔 每周日早上... 合併...喔 所以他有個大禮物就對了 每周五... 每周早上... 每周日的早上... 不是每周一耶 所以周日是結算日 每周早上五點結算當日積分 然後... 喔 當天就要領就對了 沒有就沒有了 PVP商城... 應該這個吧 勝利勳章 兌換物品 看之後能換什麼 PVP商城每個月會... 重置限購資助 也可以花費元寶電技術 好這次的PVP東西呢 我常體驗過了一下 然後發現... 不知道是BUG 還是因為原本的設計就這樣 所有的控制技能 召喚技能 都會變成扣血的技能 然後傷害... 而且還會出現傷害 可是傷害都不會太高 對...尤其是召喚 召喚的傷害 好像似乎都是一滴 我目前碰到的都是這個狀況 而且都... 沒有辦法控制到別人 像青龍啊什麼都沒有辦法 似乎是現在防守方都沒有辦法 透過射兵的方式 用出... 輔助技能 就連放進的話 也都會變成攻擊技能 對...我想說我全部都放進 這樣看有沒有辦法... 撐住別人的攻擊這樣 結果都沒辦法 都是攻擊技能 而且傷害都... 不會太高 這樣子的話難度雖然會降低啦 但是感覺就沒有那麼好玩了 還蠻無聊 因為等於是攻擊方幾乎都會穩贏啊 在等級差不多的情況下 防守方幾乎很難有勝算 但是... PVP傷成的東西 倒還不錯 呵呵呵 像我昨天是... 85名 然後...81名 然後是拿117 好...不知道他現在怎麼算啦 對...然後看一下他... 有... 草魯 就是那四軍師耶 草魯 那歐米拿... 沙歐沙 對...不知道怎麼講他的名字 然後還可以直接換碎片 然後也可以換黃金刷新令 哇...也不錯 感覺是兩天就可以換... 一個... 每月獻狼 嗯...嗯... 好...OK 這武將應該是會換的 沒錯 然後PVP挑戰送... 就額外了 這兩個禮拜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主要看這個 活動期間內PVP勝利 達齒定次數 可致福利挑戰送... 欸...福利PVP挑戰送領局獎勵 PVP階級賽獲勝一場 好...這邊不知道我想... 大家都要看的是... 欸...原本是69 他...錯了 現在只有... 只有... 6品 好...然後他說... 70個... 我們現在14天嘛 所以每天送5個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拿到 10張8都要卡片組 應該大家都要拿到 不然真的太虧了 然後... 100場...這個還好 130場 先登寶盒三顆 然後... 小喬的祝福 天井暗喻也不錯 然後最重要應該是這個吧 呂布的選擇券 好...我們等一下來... 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看一下算... 算起來要花多少錢 才可以拿到呂布選擇券 然後... 真天神福一個 OK...好... 所以這裡大家想一下喔 一天免費給你5場的... 次數 然後你總共有40天 所以可以7次場 然後240場一面剪掉70場 所以只要花錢買170場 就可以穩定拿到呂布選擇券 那一場只要20元 所以170乘以20 只要3400元寶 就保底拿得到呂布選擇券了 天啊... 那我們上一個活動 我花5800元寶的在做什麼 甚至應該算6000啦 6000元寶 難怪這次更新下面的留言會這麼激烈 不過沒關係 我就當作我要拿 蠻呂布套裝就對了 就是覺醒 覺醒要拿到嘛 對不對 雖然說覺醒沒什麼用 至少這樣安慰自己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 還有儲值消費送元寶的活動 如果我們把這個金額再算下去的話呢 只要1900元寶 就一定會有呂布兌換 而且這還是元寶跟台幣1比1的情況喔 如果元寶跟台幣是1比2的 也就是沒有使用手除的人呢 只要1250元就一定會有呂布兌換券 1250耶 啊這個...難怪大家會爆氣 那...這個企劃到底怎麼想的 我不懂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這企劃到底怎麼想的 1250元 喔崩潰完了我們來回歸正題吧 黃金融如現實上架活動 然後有上...泳裝艷紹雪 泳裝艷紹雪降星跟覺醒 呂布降星跟覺醒 收金婆他媽全套 客棧老闆他媽...他爸...全套 這是認真的嗎 送這麼好 刷這麼好 然後還有刷新活動送 你刷... 喔我記得我有60個 所以我可以拿到歡樂B70個 如果你刷滿了150...154的話 一樣降星跟覺醒你可以再拿 就保證拿 所以如果你刷到的話其實不用刷到100個啦 不用刷到150個 如果你前面都刷到的話買起來 我相信大家現在武將水平應該都很多 所以一定都滿級 然後泳裝艷雕選 艷雕選 剛剛前面都講錯對不對 好全新武將是水系的耶 結果不是大家齊派的風系 然後一轉技能呢是噴水廣場 洪水進階解裝 唉唷 啊一開始就一轉嘛 就直接給你進階解裝 然後二轉技能是噴水廣場 寒霜動裂 進階解裝 而且剛剛那時候是有BUG 一開始是六回 對不對 原本是二轉技能 現在變一轉 覺醒可以獲得水槍射擊 然後他全... 噴水廣場就是三人的... 三人的水系亂擊這樣 那怎麼...什麼時候才會有地系亂擊出現 呵呵 水槍噴射 全新技能解除 敵方一位敵人狀態後 再造成傷害 不可可及 就等於是強迫會傷... 就是一定傷害就對了啦 管你今天是什麼 可是我今天... 如果他mise呢 如果這招mise會被打中 好沒關係到時候再看看 然後週年上升假包 週年...週歲禮物包 黃金刷新令爆發包 垂頭殺 月系造型服袋 紅牛蛙造型 紅牛蛙服袋 原始人造型 這樣應該是... 這樣應該是重新加的 一樣加40% 全部穿滿的話加40% 好然後... 喔...週歲禮物包上面寫的是 週年禁止 極致爆發箱 反正就是給你收集用 給...戰士們 凱逼戰士們 給課長們 給課長們用的 好...週年信下架 反正就上次的東西全部下架嘛 OK...好... 沒什麼... 好...那接下來我們去遊戲看看吧 好...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重點 泳裝艷雕雪它到底長怎麼樣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泳裝艷雕雪它的外觀長怎麼樣 然後我剛剛發現 它沒有送艷雕雪的... 它沒有放艷雕雪的畫像 在黃金賞典裡面 所以好...我們... 所以這個是必換欸 這個... 艷雕雪的畫像是必換 100 這一定要拿到 好... 這外觀也太... 太波濤洶湧了吧 呵呵呵... 這個也太... 這個外型也太猛了 然後它是... 智提命 好...也是一個很標準的 可是它是智將欸 它竟然是智將 我以為噴水光場會是... 攻擊的 因為感覺就是泳泉啊 對不對 三人泳泉 好...來...我們看一下進階版的它 長什麼樣子 進階版...剛剛融入黃金...這個 唉唷... 唉唷... 其實一樣啦 這只是多了兩個甜甜圈 還蠻棒...還蠻可愛的 呵呵呵... 蠻...蠻... 蠻... 蠻太兇了... 真的太兇了...太兇了... 呵呵... 然後... 智力好高喔 機智就153 然後...第二高是敏欸 智敏體 然後有水槍射擊 就是...一定會強迫打到人的 嗯... 好...不知道欸 不知道它能力會怎麼樣 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用 感覺有這一隻... 周魚就沒用了 你知道嗎 因為周魚強了就強了 還有進階的結狀跟範圍攻擊 而且也是一樣的含雙動力 可是... 周魚也有電攻擊啦 可是... 他還多了一招單體技能 而且還可以強迫攻擊 所以這一隻... 根本就是代替周魚出現吧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造型的部分 首先是... 男生的部分 唉唷... 男生這個也太帥了吧 這個肌肉這個... 呵呵呵... 可是... 這個造型可不可以改一下 樂系造型 這個... 我怎麼覺得波波會喜歡這套 呵呵... 總有這麼感覺波波會愛這套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女生的造型 女生的樂系系列也蠻漂亮的欸 天啊... 這次的造型都還蠻美的 男生女生都不錯 有點心動你知道嗎 好...再來是泳裝 哇塞... 泳裝這也太... 女生穿泳裝造型 然後再配... 泳裝艷雕雪的話 哇塞...她畫面也太美了 嗯... 不管是頭髮... 還是裝潘... 對... 呵呵呵... 就是這次的卡片組合 敏捷加死能量加我 還不錯喔 好...那以上就是週年新的活動 跟昨天的更新 還有中秋節的活動啦 如果喜歡我的話 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然後粉絲專頁跟Twitch也可以追蹤我喔 雖然我Youtube平台的直播功能被BAN了 但我還是會在FB跟圖旗上的平台發直播喔 對...我們在這邊90天後 我們再來直播吧 好...那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